哎呀 提供檢討我當 所有建議兩人改為步行 卡達車 台中交通 協助蔡雍用程 檢救白團 咱們去搭捷運吧 霹靂布袋戲蘇環珍 這次放下武林改當檢探大使 與友人改搭捷運參加記者會 以布袋戲短距為開場 台北市長蔣文安率領局處首長 與各領域代表共同完成儀式 啟動台北近零1013年計畫 展示台北市在環境永續發展 和減碳目標上的決心 我們在交通方面 從去年到今年 不管是一二零零交通月表 我們首先倡議 到U-Bike前三種免費 我們相用的配套到目前 建設率都達90%以上 但更重要鼓勵大家使用律運輸 有一定的成效 轉換從私人運聚到使用U-Bike 有接近25% 這是非常具體的成果 另外我們現在正在推我的減碳存折 也就是大家不管搭捷運搭公車 累積你的里程數 我們希望大家透過台北通 了解我們每天透過通勤搭律運輸 可以減碳多少 然後參與我們各項的優惠活動 那綠建築的部分 我們也規劃在今年 就會完成法制作業 對於未來新建建物 我們相關的建材 一定要符合相關綠能 能效的標章 所以種種如此 我們都已經在座 也有相關的成效 但是還不夠 也不夠快 我們必須要結合民間的力量 所以今天很高興 台北市商業會 願意站出來跟市府一起努力 我們結合各個企業 團體 包括龍山寺 我們各宮廟 我們商圈 大家一起來 全面動起來 我們才能夠達到我們階段性 2030減碳40% 2040減碳65% 2050達到碳中碼 因為這是目前 迫切要來面對跟解決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我們和商業會討論以後 我們擬定了十大 對不起 十四大 場域 八大減碳策略 我們預計希望在接下來的三年 可以有101個示範場域 這是一個非常有野心 有企圖性的目標 但是我們一定要定出有企圖性的目標 才能夠加快這個速度 才能夠達到我們市府所擬定的 階段性減碳目標 所以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能夠跟商業會 以及商業會所有的成員 以及結合宮廟 包括台北市立大學 我們在教育 醫療 商圈 宮廟等各個場域 我們希望有101個示範點 台北靜靈101計畫 由台北市商業會發起 獲得市府支持 目標三年內在台北市 十四大類場域中 實施八大減碳方案 完成101個靜靈示範場域 透過創新的公司協力模式 實現台北市2030年 減碳40%的階段性目標 我們計畫三年內十四大場域 101個場所 結合了我們公司領域的資源 實施八大減碳方案 逐步落實靜靈目標 使得台北市成為 全球永續發展的示範城市 這個計畫在農曆年前 我們李四川副市長 召集了各局處的 我們的這個召開了協調會 年假以後 又開始積極按部就班 拜會了各場域的相關單位 爭取支持 目前進行的非常非常的順利 我說宮廟率先 靜靈做減碳做太陽能 這個絕對是引領全球 這個在靜靈的路上 一個很重要的突破 董事長邀請我在龍山社董事會上報告的時候 我跟董事長說 靜靈就是打造一個淨土 有淨土我們才會有心靈安靜 所以我們把台北市打造一個淨靈的環境 龍山社在這個宗教 這個領域裡面率先的響應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台北大學的秋英號校長 我們4月16號的時候辦了一個整個串聯 從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 30幾個校長一起來支持這個淨靈場域 他也是14個場域的這個重要的計畫主持人 他代表是教育界 教育從基層紮起淨靈的這些思維 我們從小學生就要開始宣導 這個是我第一個要感謝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剛剛的減碳大使 霹靂國際的樹 受還金 我認為他是文化界代表 也是吸引年輕人來關心這個淨靈減碳的一個成果 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台北市立大學將以三個計畫來呼應 我們這整個14個場域 以及我們市政府的政策 第一個 教育行動 我們未來要培養大批的低碳 碳會 相關的規劃人才跟計算人才 不知道你有多少的碳需要 碳的產生你就不知道你要怎麼去減 所以我想在教育上面 我們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 生活行動 生活行動我們跟在環保局的支持之下 我想我們的食衣住行育樂 每個人都應該在這個減碳的行列裡面 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想過去從各個不同的商業體 或者是從不同的建築物層次 來看作減碳這件事情 我想已經沒辦法完成 我們在COP26裡面所要達到的目標 所以每個人都應該成為在這個 減碳裡面的每一個關鍵角色 最後當然就是一個國際行動 我想我們學術交流 也可以藉由學術交流在全世界 無論在日本 美國 歐洲 我們也會把我們台北市政府 目前所做的相關的減碳公司協力的 這個狀態 各個成果 我們在各個大學的交流裡面宣布給 讓大家知道我們台北市 在這個世界的減碳行列裡面 我們扮演什麼角色 綠色 Data Center 綠色資料中心 再過來的話就是綠色公園 還有綠色企業總部 那我覺得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大同一定會 因為這部分跟大同的策略 策略的發展方向是一致的 那公司這邊一定會全力配合市政府這邊 來把它圓滿的完成 那另外來講的話 在這個計畫當中 大同也對這個綠色的資料中心 我們會全力的支持市府 來把它完成建制一個動作 計畫涵蓋了增加可饒式太陽能與綠青發電 推進零費循環經濟 綠色建築與運輸發展落實 以及市民綠色生活行為轉變 到促進以AI智慧驅動及產業升級的 多項具體措施 共同為台北市邁向近零永續 AI智慧驅動程式目標而努力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不好意思 前面的攝影師 來我們看向前面的攝影師們 請留下 比賽 詳細